因应全球节能减碳的趋势 台速集团这几年来瞄准了太阳能LED等五大领域的耕耘 强化绿能升级应用 在LED展展出了太阳能光电系统 台速规划设置太阳能加油站 未来靠太阳能就能够供应加油站的用电 台速集团将改建领口长根站 站体结合LED以及太阳能光电系统 重新规划改建玻璃蓄透明型太阳能板 白天透光晚上发光科技感十足 共有四座加油站将进行改建 盖电影片在LED展上曝光 如果以中南部来讲 我们建制了太阳能板的发电量 足以供应我们加油站 甚至我们还可以回收给台电 它除了上面有这个太阳能板 可以来做发电之外 那这些电这些能源 储存到我们的电池里面 可以来做照明 长化绿能应用台速集团旗下台速铃铁材料 科技公司研发铃铁电池模组 根源电动巴适 高尔夫球场电动车等新应用端 那样光电除了LED照明本业 在延伸出角到太阳光点系统 我们会从企业的内部的需求整合 然后再往外做一个推展 太阳能路灯 我们大概是已经接到国外的一些订单 全球节能减碳趋势台速集团绿能布局 锁定太阳能风力电池材料 电解液以及LED等五大领域 网高附加价值产品研发 在LED展出离铁锯会形启动电池 太阳光电系统以及新风貌加油站 台速展示全新绿能整合方案 积极强化绿能应用版图 新唐人的电视 崔慧瑶 江源亭 台湾特别再次报道